又搁了一会儿 这二十二号间弱了动静 随着满庭的议论纷纷 一遇同高阳身后的莲外 有人请见 两位 我们是二十二间的客人 有几句话想借一步说 听见是温温弱弱的女生 患事难克 想必会有几分谦让之心 可高阳却不乐意了 冷了脸 酒杯往岸上重重的一歌 砰 你们这金满楼还讲不讲规矩啊 把人领到我这里来 是不想认赌啊 还是怎的 外头说话的立马换成了楼内管事 小心翼翼地答道 可人息怒 非是我们楼里不懂规矩 只是遇上不愿认赌的客人 却是有一条新规矩 能给个余地 让双方当面商量 讨个人情 或拿别的东西兑换 高阳冷笑 兑换 那好啊 就让他们掏一万两银子赎吧 连外面的人吸了一口凉气 另外一道尖锐的女生气愤道 一万两 你这不是讹人吗 高阳是什么脾气 若能忍火 那就不是京城里第一蛮横的女主了 隔着一道帘子便骂道 没钱你们来这玩什么 早早地把东西留下滚回家去 一跃暗叹 这连外的两人倒霉 遇上高阳这吃软不吃硬的 还这么冲 明明是求人还不肯拉下脸 这不是活该吃强药吗 你 你在干嘛人 一样是那尖锐的女生 一欲俯额 真想劝他们赶紧走人 呆久了 别说是挨骂了 就是挨打也不无可能啊 平平 别这样 先头那道温和的女生 低劝了一句 冲着脸里居下了身 客气道 请二位见谅 被抽中的是我随身带的盒囊 实话说 这里面并无金银 也没什么值钱的物件 只有一样东西 却是我不能丢舍的 万望二位见谅 行个方便 一万两银子 我们的确是拿不出来 可不可以少要一些 一欲见有懂事的开口 本就不想高阳 太过为难人家两个小姑娘 便顺势凑到她耳边 轻声哄道 算了吧 这里坐的人不定有熟人 事情闹大 落在别人的耳里 又撑你高阳仗势欺人了 还嫌你名声不够响吗 就要他一百两银子 是那么个意思 放过他们一回 回去我让你四哥 给你寻品好码 当做补偿 嗯 高阳是真想发火 可爱着一欲在这儿 怕太过强硬惹他不喜 往后又不搭理他 于是强忍了下来 绷着脸道 他们输的要四嫂 你补偿什么 算了算了 就当是我今日倒霉 不过 这东西我不要了 可是 他得让我瞧瞧我 是什么好玩意儿 这把舍不得 一欲拍拍他手 转头对外面道 你们也听见了 这东西我们不要了 拿来让我们看一看 你们便走吧 外面似是商量了几句 那文弱的女生 为难道 二位海涵 此乃思物 却是不方便给外人看 尖锐的女生 紧随其后 婉儿姐姐 同他们都说什么 我看他们就是不安好心 真瞧了东西 指不定就不归还了呢 走走 咱们不在这里玩了 换别出去 就不信 谁还真敢强留了 咱们不成 高阳好不容易 被一欲说下的火气 一窜三丈高 也不管这金满楼如何处理 啪的一声捉响 怒道 今日你们谁敢走开半步 我就卸了你们腿脚 来人 给我把他身上的盒囊摘下来 此处背光 一欲转过身 也只瞧见了外面一红 一绿两道人影 而连外高阳随行的 那两名女卫上前一步 三两下就从当中 他们身上搜出了随身的盒囊 听得他们几声惊叫 反手掀开了帘子 递到了高阳面前 你们这是做什么 不要 快还给我 主子 请过目 高阳一把抓过了 那两只绣花的盒囊 递个一欲一个 自己扯开了一个 我倒要看看 装的什么好东西 不给人瞧 一欲见他将手里的盒囊 倒在桌上 翻翻倒出来了几件细碎 没寻到好玩的 便又要走了 他手上的那个 咦 这是什么 从第二只盒囊里 翻出了一张 小心折叠的脖纸 高阳抖落开 一眼扫过去 不懈当 哼 还以为是什么正经人家 能将一张男子手书 随身藏着 呐 你瞧 这不是男子笔迹吗 一欲本不厌陪他瞎闹 也没溃人隐私地打算 想着应付他 也就随便地瞟了一眼 哪知 这一眼入目 却是让他瞬间变了脸 高阳没见他脸色有异 物自念叨 看这里 夜中不能寐 岂坐弹明琴 薄围见明月 清风吹我惊 孤红好外眼 响鸟乌北林 徘徊江河见 忧思独伤心 歇 又是夜不能寐 又是孤红照影的 分明就是一张 疏人寂寞的情信嘛 怪不得不肯给人瞧呢 怕又是一桩 见不得光的私情了 一欲从高阳的手中 抽出那张 就算被小心地存放 也显出有些时日的脖子 垂下眼简道 莫胡说 这是竹林七贤 软疾的 永怀诗 诗是好诗 字更是好字 莲外吵闹声见大 那嗓音尖尖的红衫小姐 被高阳的女卫 擒住手脚 不断地用脚去踢门帘 不顾边上绿山女子的劝说 恼羞成怒道 快把河南还给我们 你们好大的胆子 敢抢东西 知道我们是谁吗 拿身份压人呢 从来就只有高阳 对别人用 哪有被人用的道理 气急返效 高阳道 哟 掀开帘子 让本宫瞧瞧 这外头站的是哪家高门呢 是 帘子一被掀开 窗外的光亮射进来 一蕴依旧是低头 看着手中那张脖纸 忌袭之后 听见对面一声嘀呼 掀了掀眼皮 方才缓缓地抬头 高 高阳公主 小女闻言晚 见过公主殿下 方才多有失礼 还请公主赎罪 萍萍 还不快跪下 这位是高 我 我 我 王妃 若说这位绿山小姐 看到高阳是错愕 再见到一旁静坐的蓝衣美神 那绝对就是惊吓了 目光落在一玉手中 捏的那张脖纸上 一张脸 顿线直白 公 公主 我 严平稀里糊涂地被严婉拽着跪下 乍愣之后 便清醒过来 知道眼前一身橘红的美人 是那位出名的刁蛮公主 冷汗刷的一下 严着额头就窜下来 哟 还是认得本宫的 你叫严婉 那 你们是严家的小姐了 公布侍郎严丽德 是你们什么人呢 回公主的话 是小女伯父 严平连忙答话 见严婉呆呆愣着不吭声 偷偷拿肘子碰来碰她 小声提醒 婉儿姐姐 公主问话呢 严婉如梦惊醒 匆匆低头 掩饰神色苍皇 公声作答 回公主的话 正是家父 那刑部侍郎严丽本 想必是你爹了 高扬指着严婉 冷笑一声 在他眼里 两个侍郎虽然关节不低 可他还就真不打算 给这个面子 正琢磨着 怎么给他们长个记性 却听一欲开口 今日之事 非是我们不讲道理 你们既然到此处来寻乐 就要守着楼里的规矩 既然不守规矩 那就别怪旁人对你们不客气 愿赌服输 严小姐以为呢 她果然是认的 也是 他们是夫妻 又是那么相好的一对 她曾亲眼所见的和睦 怎会认不得她的笔迹 严婉心中苦涩 温讯道 王妃说的是 是小女无状 请公主殿下 同王妃恕罪 一跃将手里的脖纸折叠 重新塞进了盒囊中 语调不温不火 既知这个道理 那这只盒囊 当成是彩头 我们收下 你们可有异议 咬了下嘴唇 严婉心中 百般不舍那张字 却还是点了头 小女并无异议 将那盒囊收进袖中 一跃站起身 对高扬道 我们走吧 不玩了 高扬哪肯轻易饶人呢 不行 他们言语顶撞 还冒犯了你我 哪能就这么算了呀 地上跪的两人心头一紧 正苦于今日惹祸上身 不能善聊 就听一遇到 你不肯给旁人面子 连我的也不行吗 高扬就是再不会看脸色 也晓得一遇那张不笑的脸 是说明他此刻心情不佳 衡量了一下 继续发脾气的后果 最终没好气地 瞪了地上两人一眼 看在四嫂的面子上 今日饶了你们 算你们走运 哼 说吧 一甩手扔了盐瓶那只盒囊 气冲冲地跟着一遇下了楼 四周看热闹的 也都将头缩回了脸后 待他们走后 严婉严平 才在侍女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默默离去 楼中管事对这样 全权相撞的情况 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冷静着指挥着人手 把高扬留下的那些 迎来的钱两 一分不少的都打包 又并几坛好酒 送到公主府上赔罪 说那受了一场惊吓的 严家姐妹坐在马车上 没再想到别处去逛 直接就往家里回 那就是高扬公主啊 果然是刁蛮又不讲理 离了金满楼 严婉胆子又回来 咋巴着嘴儿道 还有那位魏王妃 听说她娘家落魄了 现在 现在朝中连个官职都没有 但你瞧瞧 就凭着攀上魏王这门签 人家现在的气派劲 都能让高扬公主卖她面子 严婉脸色还有些虚弱 勉强出声道 别乱说话 魏王妃戏出名门 乃是怀国公一支血脉 她还在国子间念书的时候 更是名声在外的才女 气度不凡 又多同京中女贵们交好 你也看到 今日非是她出言相护 你我肯定是要在高扬公主那里吃亏的 严婷还不知道 严婉被遗欲收去的那只盒囊里 到底装有什么宝贝 直当她此刻脸色难看 是因见了魏王正事 眼珠子一转就到 你同魏王妃以前见过吗 我瞧你一眼就认出她来了 怎么她好像不认识你的样子 是见过一回 那会儿我还在宫里当差 她进宫去探寺殿下 严婉眼睛一按 她 他们都是一样高贵的人 自是不记得我们这种小人物 婉儿姐 我说句话 你可别不高兴 严婷支支呜呜道 我看这魏王妃是个有手段的女子 你热后嫁到魏王府去 可不一定能有好日子过 严婉揪紧了膝上裙料 苍满一笑 又乱说话 那婚事不是还没定下吗 怕严婷再多问 她掀了下帘子 看了眼车外 转移了话题 咦 下雨了 一月同高杨骑马离开六丸街不久 晴天乍音 转眼便降下雨来 呀 快躲躲 高杨叫了一声 他们刚走在外房街头 前后都是房墙 不见茶馆 店铺 只能慌忙地往墙边跑 下了马 借着并不宽敞的屋檐躲雨 真是的 为何出门都不带伞呢 没用的东西 高杨拍打着肩膀上的水珠 斥责着两名侍从 是 是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好了 一月一手遮着头顶 一手拉着高杨靠墙站好 早晨还是晴天 谁晓得忽就下起雨来了 他仰头看了一眼天空中 大躲大躲的乌云 又想起早上出门前 李太说会下雨的话 暗骂他一句乌鸦嘴 躲了一小会儿 雨势不减 反而越来越凶 逗大的雨珠 溅在手背和脖子上 小风这么一吹 便冷得人打哆嗦 却也让他久劲迟缓了几分 在这里等不是个办法 不如我们快点往回走 先到溜丸街上 寻个地方躲雨 一月被衣划挡在身后 见他上衣已经湿成一片 便提议道 高杨抹了下额头 哎 走走走 真是晦气 左右都是埃林 只能出此下策 正当他们准备冒雨上车 赶回去时 一辆马车从无人的街角转过来 陆陆在他们面前停下 站在左边的高杨 被溅了一群子的水 正要发怒呢 那车窗帘子便被掀开来 车中人道 咱们在这儿躲雨 快上车吧 十一说 高杨欢喜地叫了一声 推开身前的奴才 拉着一玉便往车里钻 这车里铺的是软垫毛毯 一进来暖一便回流 一欲喝出一口凉气 脑袋隐隐地有些发晕 雨水沿着鹅脚流下 手里的手绢早就湿透了 他正要凑合擦上两下 眼前便多出了一条 月白色的素帕 一抬头便迎上了一双 温文清卷的眼睛 操一操 穿着一身浩蓝色圆里长山的 李源家 比较车里突然多出这几只落汤鸡 尤其显得他干净清爽 一欲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过去 低头道了一声谢 又客气地请了安 见过韩王殿下 嗯 李源家只是应了一声 便去倒茶 趁这功夫 一欲同高杨商量 吩咐了那两个男子侍从 套着马 到前头找地方躲一躲 等雨歇了再回去 一杯热茶下肚 高杨缓过气来 裹着李源家的披风对他道 还好是遇见你了 十一说 你不知道我今天有多倒霉 先到六儿街上 再进满楼堵了几把 难得赢满了十回 能讨个大菜头 谁晓得 遇上两个不懂规矩的臭丫头 不但不肯服堵 还出言顶撞我们 要不是四嫂拦着 我非要给他们尝尝苦头不可 多饶人处且饶人 不是劝过你修身养性吗 不要动不动就发怒 高杨最烦听人教训了 被李源家训了两句 便有些不耐烦道 哎呀 我憋着火不发更是难受 话是点道极致 李源家也无意多说高杨 只是作为长辈 不得不提醒一二 见他不爱听 便拎着茶壶 给一旁的一玉添水 见他盖着一条薄毯子 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说话 但脸颊上却浮着一层 薄薄的驼红 唯一皱眉问道 你也喝酒了 一玉似是正在走神 高杨便带他道 到金满楼去 能不喝酒吗 李源家道 金满楼的毒酒容易上头 你酒量是好 可他呢 高杨一一 转头去看一玉 见他的确是有些醉意 知无道 不是吧 四嫂 你酒量有这么浅吗 一玉察觉到酒劲上来 便不敢多同他们说话 生怕酒后无状 乱说胡话 被他们两个问道 不得不开口 我酒量是不好 一上楼就同你说了的 高杨瞪眼道 我以为你在同我客气呢 一玉轻哼了一声 没再接话 也听不进他又同 李源家说了什么 脑子很快便被 从那位严小姐手上 收来的手书给占满 他就是认错了自己的字 也认不错李泰的字 想到他有可能 在什么时候 送了人家小姑娘 这么一张永怀诗 被人家贴身 收在了盒囊里 当成宝贝一样 胃里就止不住地 往外冒酸 真是可恶 这招风引蝶的男人 走到哪里 都能被人惦记着 就不能叫他安生一天吗 李源家一面听着高杨 兴致满满地提起 李源家一面听着高杨 兴致满满地提起 金满楼新天的几样酒种 一面留意着疑郁 见他突然拧了眉 去揉额头 看起来便像是不舒服的模样 就对高杨道 你若是不急 就先送他回府 急什么 今日的兴致全被搅和了 下这么大鱼 也玩不闯别的了 等一下我回府睡觉去 先送四嫂吧 车行缓缓 就到了王府门口 李源家见一玉 闭着眼睛 靠在高杨肩上 就让依华进门去通报 喊人打伞出来 接他进府 李太上午出门了一趟 很快便回来 午膳后 一见下了雨 便寻思着 派人去接一玉 奈何 出门前忘了问他们 确切去处 就只能在前厅等人回来 眼见雨势不减 正要拆人出去找 半身失路的依华 便顶着一把伞 同门房一起 在厅外面通报 说是一遇被韩王送回来了 见李太从椅子上坐起来 就往门外走 阿生赶紧撑伞跟上 还不忘回头询问依华 不是同高杨公主一起吗 怎么碰上韩王了 在路边躲雨遇上 雨下得太大就送了回来 王妃挨了林 李太脚步更快 阿生暗暗叫坏 瞪他一眼 寻道 怎么做事的 让主子在路边躲雨 依华不敢顶嘴 打着伞快步跟在他们后头 到了王府门口 又快一步上前去掀了车帘 李太大步走到车边 一眼看见了车里 正闭目靠在高杨肩上 像是睡着的一遇 脸皮便捧了捧 怎么回事 李太就是高杨的客星啊 什么公主脾气 见到他都被冻成了一团疙瘩 他生怕一遇今天淋雨会着凉 被李太算在他头上 缩了下脖子 支支吾吾的 不敢解释 多喝了几杯 有些醉 李原家从一旁探出身 对李太点了下头 算是招呼 拿毯子了吗 你先抱他进去 这种天气醉了酒 再一着凉 最容易沾惹风寒 说着他见高杨被李太 吓得不敢动 迟疑了一下 正要帮忙去叫醒一遇 扶他下车 一只手便从车外横了过来 让他连衣服边都没能沾上 便看着一遇人 从车上被抱下 扭过头 李原家被那双闭眼 看得动作一停 回过神 李太已是扯了地来的毛毯 把一遇捂了个严实 抱在怀里 连驴头发丝都没露出来 转过身 李太道 天不好 就不请皇叔进府了 改日再厌 李原家并未错过 刚才那一黄神时 李太眼里的戒备和敌意 清秀无害的脸上 瞬间挂起了一抹笑容 道 无需客气 且进去吧 我送高阳回府 他隔着雨幕 目送他们进了王府 直到他们背影消失 他才迟迟收回目光 放下车帘坐了进去 车掉头又跑了起来 他倒了杯茶送到嘴边 方才摇头 笑出一声 高阳驱起腿 打了个哈欠 奇怪地瞅了他一眼 感谢观看